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牆內傳來三個大瓜 但是第一個還始終無法得到證實 先說齁其中兩個是中國牆內自己先傳的瓜喔 如果小粉紅你們要說造謠 那也是你們中國人自己造謠在搞內捲啊 那首先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傳出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前游泳部長 現任的中國極建部副主任袁浩然 那他在參加這次巴黎奧運會的其中 就準備向歐洲的一些國家申請政治庇護 或是去美國大使館申請美國的政治庇護 永不回中國了 很多的中國網友就發現出啊 他在8月4號的時候跟中國政府還有小粉紅唱反調 幫美國游泳隊選手游泳之後呢 面部呈現紫色的那些事情啊 去說話 那這個事情就讓小粉紅跟中國政府集體爆氣 你怎麼可以站出來幫這個美國隊洗地呢 對吧美國隊肯定是用了一些不該用的東西 所以導致啊這些人的面部呈紫色 那你怎麼站出來幫他們說話呢 紛紛痛罵袁浩然是漢奸走狗賣國賊 還翻出他歷年的留言 我們可以發現他一直以來都是什麼呢 恨國黨 不僅嘲諷解放軍打台灣的軍演 是一個笑話 還有陰陽怪氣的諷刺中共的民族主義情緒 還有一些小粉紅 而在昨天 袁浩然的微博啊 被全清空了 那就不知道是他自己清空的呢 還是黨幫他清空的呢 還有一些粉紅痛罵 袁浩然身居高位 竟然多次幫外國政府說話 肯定是 利用多次這個國際交流 體育交流 被撤反變成了雙面間諜 目的就是要打壓中國的體育環境 你笑死人啊 我要打壓就打壓你經濟 打壓你軍事 打壓你到體育你是有什麼毛病啊 奇怪啦 你看習近平他女兒啊 還有華春琳他女兒嘛 還有央視很多主播的主管兒女 都在美國定居 讀書 啊 甚至入籍 啊這都不是被美國政府撤反的嗎 學習美國的文化回來統治中國 再讓自己的孫女 再去美國自採 拿歐美的國籍 財產 放在歐美都比放在中國安全 你看那個谷愛玲 之前代表 中國隊去參賽 18歲之後 20歲之後 他現在人是拿哪一國的護照 谷愛玲他這次也到了巴黎現場 幫中國隊加油 那我就問 谷愛玲他現在拿哪一國的護照 我相信大家心照不宣啦 中國的護照 中國的政府是不承認雙重國籍的 雖然美國承認 但是如果你想要拿中國護照 你就不能有美國護照 所以你有美國護照的前提是 你不能有中國護照 懂意思嗎 所以谷愛玲他現在拿哪一國護照 那就代表他身體 是選擇了哪一個國家 即便他嘴裡喊 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有一半是中國人 那就是為了賺你們的錢而已嘛 那你們卻不敢用一樣的標準 批判更高位的招家人 各個都是秦剛啊 義和團最愛國啦 北洋軍隊最不愛國啦 清末那些軍閥 你知道嗎 他們還把義和團趕去北京 讓八國聯軍方便圍剿 這算不算賣國 我們馬上帶小粉紅來看一下 今日 俄羅斯旗下的 俄烏網 在微博上公然嗆小粉紅 非常多小粉紅跑去俄烏網留言說 俄國把大清清佔的領土還來吧 把枯葉島 把外東北給還來吧 結果俄烏網的小編回嗆 請你們這些粉紅留下你們的姓名 電話、住址、個資、email 我會通知你們所在的國家有關部門去了解你想要討回 河山的部分 想要我歸還國土的部分 白話文就是 OK啊 你把資料留下來 我去跟中國公安局講 去跟中國國安局講 因為這些小粉紅所在的地方的國家就是中國嘛 甚至 俄烏網的小編還唱小粉紅 枯葉島是哪呢 因為枯葉島 以前不叫枯葉島嘛 以前大清有給他一個專門的名詞 是吧 現在被改名了 外東北是哪呢 不好意思現在那邊不叫外東北喔 我去幫你看看是吧 而這些留言沒有被刪帖封號 那也就是中共政府允許的 為什麼我會說中共政府允許的呢 因為小粉紅看到這樣的留言肯定會去舉報嘛 那你去舉報了 微博的黨支部就會看到 那微博的黨支部看到他沒有解決沒有處理就代表他們默許 畢竟俄國是自己的爹嘛 那中國一點都不能少 台灣當歸 但是可以少一大部分的外東北跟外西北 像貝加爾湖之類的領土號 你要亂大一統自古以來 那些地方可是比你所謂的台灣更自古以來喔 貝加爾湖呢 我們說回來 袁浩蘭 目前不知道他是否叛逃中共為事實 畢竟他的名字現在還留在中國的網站上 事發8月4號到今天也才兩天的時間嘛 但如果屬實 那歐洲方肯定也會在巴黎奧運結束之後 才開始處理他的政治庇護事宜 而你們也別指望中國媒體會報導了喔 當然一切是否屬實 還要再等等看讓子彈飛一會 才知道是不是小粉紅又在牆內自己擦旗自己造謠 然後讓海外傳開之後又再說海外的人是造謠了喔 畢竟中國現在很愛玩這一招 另外一個大瓜就是趙立堅的老婆臭丫頭自己發文表示他離癌了 是惡性乳腺癌第五期 那臭丫頭也在這個文章中啊 稱讚他老公趙立堅是最優秀的黨員啦 但根據中共軍醫的說法 第四期通常就是晚期了 那為什麼會有第五期呢 應該是趙立堅他老婆把第零期也拴進去了 那所以通常來說第四期或是他說的所謂第五期 基本上建議臨終關懷啦 不然啦 你花再多錢 燒錢又讓病人難受 最多就是續命幾個月 但你續命那幾個月也是在非常痛苦的這個情況下 去續命 結果下面的小粉紅就留言說 癌症是西方的騙局啊 建議不要化療不要接受西藥的治療 看中醫就好了 沒錯的 以後啊打疫苗啊還是掛點滴啊什麼 通通不要給我用西醫吼 針灸跟吃藥就會痊癒了 比如說腳骨折你也去看中醫就好了 對吧這個肺炎的時候也是看中醫 心臟病的時候看中醫 要換心換肝換肺 換眼角膜的時候也看中醫 那個中醫那個針灸吼 就會把你的眼角膜給換掉了 非常的厲害 也不要用西方的X光或是CT 那都是西方的二質彎物啊 按那個經脈血弱按隧道 打通人度二脈之後 你的癌症就可以被逼出來 你就會吐一攤這個黑色的水 哇牛逼啊 幫大家複習一下 前幾年趙立堅被調職 雖然他的官位是平級之間的移動 但是 舞台跟發揮空間啊被壓縮 那就是暗扁 對吧 所以他老婆當時爆氣 發了一堆文諷刺 中共 當局一些倒行逆施的行為 當時身為外交部發愛人的趙立堅啊 被養了嘛 但他拿不到特工藥品 明顯就是被針對 所以他老婆發文痛嘛 欸我們的級別又是外交部的顏面擔當 我們發生這個事情應該要受到 最好的照顧 但沒有 所以一定就是這個政治鬥爭他落馬了嘛 可能派系站不同邊 但是 我們可以發現喔 秦剛 這些人落馬之後呢 趙立堅他老婆又發文恥笑 那就代表他們一定是有一些 這個奸細或是這個政治鬥爭的情節在嘛 所以我們就看這幾次 趙立堅他老婆 能不能上高幹病房的待遇 如果沒有的話 那可見趙立堅夫妻倆在體制內 還是處處被針對以及打壓的 最後一件也是很可悲的事情 一家叫做Shame的快時尚平台 Google上面寫總公司在新加坡 但是我問了中國的百度AI 還有這個 我們的ChatGPT 他們說啊 這間公司的總部是在廣州 新加坡是掛名避稅用的 所以不知道要相信Google還是相信AI 但不管是哪一個 他後面實際上控股的大老闆 就是實際出謀劃策的是中國人 而這家公司多數的產品也是來自中國工廠製造 最近德國資深報導了 德國專業生態試驗的檢測報告中顯示 這家快時尚公司 許多的產品都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質 隨機抽查幾個產品中有三分之二都未達歐盟的標準 其中被驗出含超標的地啊 鉛啊 蛤啊 諸如此類的 我聽都沒聽過的化學物質 但是一看就覺得 非常可怕 包含什麼嬰兒鞋 少女裙 還有這個皮夾克 一些外套 還有一些鉅子纖維的產品 通通都含有毒物質 當初這些平台就是主打的 價格低價 才進軍了海外市場 中國很多東西 在海外可以大賣 多數都是打著 低價 但是這些商品很多它的品質 與它的這個標準規則 都與歐美國家相差甚遠 報導中還指出啊 每天都有 20多萬個包裹 從中國送往德國 沒有任何的商品檢驗 沒有任何的稅 其中一件 帶有 毒角獸圖案的 嬰兒連身裙 含有毒的地 而這個地的殘留物能通過 流汗被皮膚吸收 進入血液 過量的話會造成身體的嚴重不適 另外 參加試驗中的產品 最嚴重的有毒物質來源之一 就是兩雙涼鞋 其中一雙 是女性的涼鞋 含有鉛跟隔 嚴重超標 那隔在長期高激量 攝取之後 會對腎 以及骨骼傷害 那這兩種的重金屬 長期累積在體內 這個對 健康的危險 我相信大家 應該 心照不宣啦 大概三年前 還是四年前吧 還是五年前 我忘了 我有嘗試過在淘寶上買衣服 我想說試試看嘛 中國的這麼便宜 說不定這個質量也沒有大家說的這麼差 結果 我買的衣服 有些洗一次 甚至兩次 他就掉色 水洗下去全部都是這個染劑 不然就是品質很差 很磨皮膚 穿上去 很粗糙 不然就是流一個汗就是 哇身上都有顏料 我自己像是買衣服啊 除非到實體店 摸到品質還不錯 試穿這個品質還不錯 不會咬皮膚 又相對便宜 我才會買 否則在網路上我買 我肯定是不會買低於超過市價的 好那現在中國又傳出了這麼誇張的事情 你看連賣去德國的都敢有這樣超標的有毒物質 那你說在中國國內生產製造的呢 它能不超標嗎 當然我不是說中國製造的就是有問題喔 這個還有分情況 如果是外商外資委託中國製造的 那那起碼掛的牌子是外國 比如說愛迪達 那他們會有嚴格的標準 去檢驗這個委託公司製造的 產品是不是有超標 否則就砸了 或是愛迪達他們自己的招牌 對吧 但是如果它是一個中國的品牌公司 又是用中國製造的呢 那你可就要多加注意 他們會不會有 像歐盟這樣的標準 去檢驗 畢竟這個是人民要穿的 中國國家企業 中廚糧都敢給你們吃 氣材煤礦油啦 你說在中國吃這些 然後喝西糞水 還要天天穿有毒的衣服 也會爛尾樓繳房貸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太溫暖了呢 各位粉紅們 看來各位小粉紅 各個都是鋼肢煉鏡術師呢 每個都是煉單煉骨的這個神人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點贊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白小小小見了 掰